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天晚上的哲學星期五 那我們今天討論的這個主題叫做 校園轉型正義 那名字這個標題有點長 我就把它整個命變了 那我先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下午在 臉書就是不知道為什麼下了這個廣告給我 就是這個叫做 台灣黑暗觀光考察團 就是在日本的一個 就是日本的一個 日本的一家應該是旅遊公司 還是那種旅遊專案的一個 一個粉絲專頁 然後就是 簡單的說就是 就是找日本人來台灣觀光 然後叫做什麼 黑暗觀光考察團 然後他的文章 我覺得他的文章滿有意思的 來台灣觀光什麼東西呢 就是 他的日文我簡單翻譯一下 就是說意思就是說 想要黑暗觀光不必到德國的地 叫就來台灣吧 有滿滿的殺人魔童像 真的是殺人魔童像 沒有沒有沒有 滿滿的殺人魔童像 滿足你對他國慘痛歷史的好奇心 兩位講者一個是那個 前台大學生會會長 然後現在有那個校園裡面 從事這個校園轉型正義運動的這個圖駿景 然後另外一位是那個 台大法研所的蔣聖謙同學 聽說這個法研所的學生 今天下午都在待命 因為那個正天下午的那個 擋產的事件都出來 所以說他今天可以說是 特別的撥碰前來這樣 那我就不再多講話 那我們就先請 俊卿跟我們談這個問題 謝謝 好謝謝玉和學長 那也感謝剛剛大家的自我介紹還有分享 那也謝謝 謝謝生前 那我現在要來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今年台大歷史系四年級 然後上 剛剛上了約協任的前任的台下學生會會長 那去年是去年擔任台大歷史系學會的學術部長 然後我們做了一系列的校園轉型正義的活動 然後我們講 我等一下會稍微提到這個部分 然後再往前的部分的話 在高中的時候 就是在雄中也有做包含校園轉型正義 還有校園空間啊 然後校園裡面的一些 學權改革相關的 相關的議題 那所以我主要今天會談的部分有 到底 實踐的過程中有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然後我們做過哪些 哪些嘗試 那高中的狀況是什麼 大學的狀況是什麼 然後也試圖要去指出說 這一些 可能像台大或雄中以外的學校 然後他可能有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情況可能會面對到這樣 好 那就是今天的大綱 好 那大家其實 最近可能常常看到這個議題 是來自於我們 6月 5月多6月的時候 在台大校務會議的提案 那這個提案其實 按由就是說 我們成立一個 校園轉型正義小組 然後除了你包含校園空間 還有衛生地勤轉型 然後校時成功檢討 檔案開放 整體等等工作 所以一開始的初衷其實是 我們做了一整年的 在海大學生會 今年設立 第一年設立 這個學術部設立 轉型正義小組 那其實做了一整年的倡議 還有一些資料的法書跟收集 那我們會認為 我們就想說 那其實從這個過程要到 進到制度裡面去促成一些改變 才能夠真正的去挑戰這個 這個體制跟結構 所以我們就 我就擬了這個草案 我們說應該要成立一個專職的推動小組 那同時這個東西其實也是希望能夠去廣納更多人的參與 就是讓這個東西不只是學生或是學生會來做 也有個人的教師啊 然後相關的單位來參與 好 那這個其實接下來的發展就出乎我們的意料 就是其實這段時間很忙啊 就是我們其實還有很多工作在進行 然後還有一些像是教務會議的提案什麼的 但是 這個 有一天呢 有一天呢 就是我大概晚上 我要吃完飯還是幹嘛 就突然接到聯絡報的電話 然後我就是知道事情大挑戰 然後聯絡報就開始 就是 聯絡報的第一家 聯絡報就開始問了一大堆 就這樣說 啊你們要做什麼啊 然後這個 附中怎麼樣啊 然後 校園裡面有什麼空間啊 檔案等等等等這樣 那 他其實 態度貌似友善這樣 就是 問了還問的蠻仔細的 我也跟他說明說 我們到底要 到底要怎麼做 什麼的 那為什麼我們沒有舉出具體的個案 反而是提出了這個需要去做通盤的 通盤 而且整體性的規劃 就是要 批判跟挑戰 台大過去這樣子一個個案式處理 校園講義正義議題的 長年的態度跟手法 例如說 不管是哲學系事件或是私有事件 他可能就是 做點補償啊 然後出個報告啊 然後就end了 就是 直接要說 對這是單一事件 那我們把它做完 你解決沒有我們的事 所以其實一直以來缺乏整體性的 對於整個體制的認識 到底 學校扮了什麼角色 然後學生有多少程度的受到侵害 老師受到多少的侵害 那 誰在幫忙執行這些侵害等等 那我們其實缺乏整體性的認識 那 有這樣的歷史認識 才能夠去做後面的包含 例如說像是空間的檢討 像是檔案的檢討 像是校史書寫的檢討這些事情 那所以其實我們要做的是一個整體性的 整體性 而且也並沒有意圖要去特定的鬥爭哪個個案的 這樣的事情 那這個聯合報就開始 就開始 就是開始出了這樣的報導之後 這個隔天 隔天就 其實沒有隔天應該是隔不久之後 網路新聞就上了 就開始 就開始變得非常的 變得操作方向變得非常的奇怪 於是我們就變成就是 我們就變成這個 紅衛兵要鬥爭腹中 然後要這個拆腹中 然後破壞少年文化遞結 還是什麼 然後 對 然後 這個台大裡面的話 這個有一個 哇 糟糕 剛好沒有放 應該放在腹中或圖 對 試測 就是台大在行政大禍的前面 就是 大概有一場很長的野靈大道 就是大家應該對那個是有印象 然後野靈大道站在中間的部分 就有一個 就有一個附中 然後那個是放在台大銷灰上面的一個logo這樣 然後 據說 據說他會一直敲 然後如果你聽到21下 你可能會被盪還是被退出或什麼 據說據說 對 但是我好像也沒有聽到他敲20下 對 那 附中其實是台大銷裡面有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象徵物啦 那 像是很多重要的重大集會 那種抗議活動啦 或是集會其實會 像是80年代在腹中下 還有抗議 或者是像這個 校長領選爭議的時候 其實也有很多人集結 在野靈大 然後就在腹中下 又會腹中前面 好 那 所以 我們的這個提案 就在這個過程中被扭曲成說 我們要 我們要這個 鬥爭跟拆除特定的歷史文物 那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解讀呢 因為 我們寫到了 我們寫到了 面對 推動清除 校園內 具有位權意義上 極保存不義以止 所以 這個聯合報端中時報 就自我判斷了 副中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具有位權意上 或者是不義以止 這樣 然後就說 我們要 我們要清除這些空間 那 這其實也就開啟了 這個 長達一個多月的 多月的 的 爭議跟戰場 後續 衍生出更多 包含 例如說 到底誰在操作 誰在操作這樣的資訊 那 這個資訊的傳遞 透露出怎麼樣的 黨國時代的 組織網絡等等 那這不是今天的重點 但是就稍微談一下 就是說其實後續 這件事情也暴露了很多 呃 台灣 台灣的校園裡面的一些 組織跟實況 那 這個東西 後來我們就 後來 它就 被 越 越 越 複雜 然後最後就在 稍微以蠻大的體數 沒有通過 那同時其實 這個事件中 我寫一篇文章 就在談說 到底 第一個是 在資訊成分上 我們的確沒有說 要猜複中 那第二個是 為什麼挑戰複中這件事情 會成為 會成為 一個能夠操作的標的 跟資訊呢 因為 複中 或者是複四年 這個神話的歷史 歷史地位 其實從來都沒有被反省跟思考過 當一個東西只要批評它 就是說你要鬥爭 就是說你 這個 這個 呃 比紅外兵還很啊 然後不尊重歷史啊 然後不記得副校長的精神啊 等等等等的時候 那就代表我們其實 這個東西被塑造成某一個 不可挑戰 而且不可批判 而且就是一定要 一定是什麼樣子的 這樣的一個神話性的 然後具有神聖性 而且它跟世俗化街 你不能夠去批判它 不能夠去挑戰它 挑戰它 你就是 你就是做了一些 這個 不可搖述的事情 這樣的事情 那我們就 從這個起點 其實它也顯示出這件事情 很重要的去問說 那個神話怎麼被打造出來 那今天是什麼樣的體制 去支持 再支持它 跟鞏固它的存在 導致 它沒有辦法被改變 或者是 當有人要談論它的時候 就會有一群顧問隊先起來 尾角準備要去 解構跟批判這個神話的這些行動 這樣 好 那 傅資年神話 其實 也是近年來一個問題 就是 這幾年陸續有一些史料 跟信仙的研究出來 但其實 在太陽花學運期間 這個 傅資年大科的頭 還有它的這個 我有一個請求 今天晚上去學生的時候 不能流血 如果流血 我就給你拼命 這個就被掛在遺藏旁邊 所以就被 就被 大家非常印象深刻的 成為一個 成為一個 一個符號說 保衛學生啊 然後去 捍衛校園的自主性啊等等 但是真的是這樣嗎 就是它其實這個 這個全文啊 是它跟陳辰的同情 然後它前面說 你如果 四六四間的時候 你如果今晚要來 學校的話 那我有三個請求 抓學生的話 第一個 要快 第二個要準 第三個不能流血 對 但這個其實是它的全文 那 後續它被打造成這個形象的時候 它就被 抓到它的最後一句出來 這樣子的使用 那同時 因為傅資年其實也只有 救援台大校長 一年多的時間 大概1950年就過世了 所以其實 它對於太大的影響 其實也沒有像 後來大家所渲染的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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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大的不可磨滅 那所以其實這是一個 歷史製作跟打造的過程 那 嗯 同時其實 大家會喜歡講傅資年的事 因為傅資年雖然 雖然可以拿被批判 但它其實有蠻多 它其實過去也對國民黨有不少批判 所以其實 大家就會說 你看傅資年其實也 也批判過國民黨啊 什麼的 但是它還有風鼓啊 什麼有的沒的 那其實 要批評跟解構傅資年 其實也並不是要說 它是一個 像是黨國俄棍啊 或是一定就是 這個 送學生去死的 校長 或什麼的 而是它其實 我們要去反省了 就是它為什麼會被 黨國上的利用跟宣傳 而且 有沒有不加思索的去接受它 但是它或許其實在那個時代 它會面臨它的複雜性 例如說它的自主性 然後它可能 不一定有能力堅持到某個程度 那它在哪個時間內有一些妥協啊 或者是它有什麼樣的動機等等 這其實都是更加複雜 而且需要去理解那個時代背景 還有它面臨到的處境 還有它的選擇 那這個就正好回來是說 它被神化這件事情 是需要被解構跟挑戰的 所以其實 我們要 我們要 去 透過這個事情去理解到 其實也是說 我們要 我們 第一個是我們當然是 請傅斯年走下神壇 就是說 後續去看這個事情 其實是要看到說 為什麼傅斯年能夠被神化 跟炒作成這個樣子 因為它在神壇上 那當然我們健康的看來歷史 就是需要把它前加神壇 但是我們也並不認為說 它就是 它就是惡魔 它就是魔鬼 所以做了什麼樣的惡劣事情 而是我們需要去更複雜 更真實的去理解那個時代 那這個其實也是 傅斯年本人對於這件事情的最大的貢獻 所以 我們可以理解到 其實 校園轉型正義在校園裡面做的時候 其實會遇到非常大量的問題 而這個問題其實是需要去回到 校園的特殊性 那校園這個場域的特殊性 其實也帶來的不只是轉正義議題 而是不同的 其實蠻多議題都會在校園裡面碰到的 碰到的情況 其實就跟校園這個場域的特性 跟封閉性有關係 那這個是Odu研究法國的教育體系 他就說教育者跟教育組織 他其實會致力於 啊弄一個字 這邊一直喘 就是致力於教育體系本身的再生產 那 往往會比委託他的這個 國家或是社會的權力更難改變 也就是說他要去維持這個有效的再生產 他這個再生產是指複製某一些既有的權力關係 或者是原本存在的這些社會關係 或者是權力組織等等 所以他要讓這個再生產的體制維持穩定的話 那他本身就是 本身就要比要維持的這個穩定狀況更穩定更難改變 所以教育體系本身的保守性 其實會導致他跟其他體系的落差 而這個落差其實會導致外在社會權力變化的時候 之間會有更大的衝突 例如說當這個委託他執行 不管是經濟上的生產 例如說經濟生產這樣的任務 傳承這些經濟生產技能的任務的社會 或者是維持社會穩定的這個國家體制 有所變化跟改革的時候 然後校園裡面教育體系之中會無法跟隨上這個落差 所以會導致 當例如說國家要求他的情況改變的時候 或者是國家或者是社會 社會權力的對校園的期待有所改變的時候 校園他的抵抗的程度會很長 然後他會有自己的自主運作邏輯 然後去跟他說不 我們校園裡面不是這樣運作 你這個東西不要想要來影響或是改變我等等等等 那這就是一個衝突的來源 所以台灣校園除了作為一個校園的這樣的特殊性以外 再加上另外一個至今 對於台灣社會有影響的黨國體制的影響之下 其實就導致就算沒有黨國體制 其實本來校園要進行改革 本來就是已經是一個非常困難的狀態 然後再加上黨國體制 其實是高度的鞏固 鞏固校園裡面的結構跟權力關係 然後讓這些人其實 這些跟黨國利益有高度相關的人們 其實不成比例的在校園裡面特別高 而且具體的能夠去掌握校園的政治 並且分享特定多數的政治經濟資源 或者是象徵性的地位 比如說他可能特別受到某些獎項肯定 或者是分配到某些像是研究資源 像是空間上的資源等等 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校園就會變得 台灣的校園就會變得需要去對抗多重的力量 包含校園本身的保守跟自屬性 再加上黨國體制的過去的陰影跟壓力 然後第三核再配上其實過去的這些分配 其實高度的跟國族認同相關 所以其實轉移陣營跟教育改革的過程中 其實也會遇到一個很大的挑戰 就是認為說這個統獨問題還有民進黨又要戒指 又要洗腦的學生啊 然後高台獨啊 然後像是這個 趙趙康看一下這個 就說台大學生怎麼變成這樣 趙趙康氣負負派就說 蔡富宗應該負責來自中國 所以在這幾個多重的壓力跟力量之下 其實其實構成了轉移陣營在台灣的特殊的困境 那民族轉移過程中 其實很多的國家的模式是有一些歷史清轉 不管是可能人事清查或是儲供 或者是相關的歷史轉型 但其實在台灣的轉移陣營跟民族轉移的過程中 其實所謂靈進革命嘛 但其實大部分的社會領域都沒有相關的清算跟處理 那校園也不例外 而且校園很特別嚴重 因為他的自我維持的這個自主性的特性 所以其實這些人不但沒有被清算過 而且甚至更甚者他們幾乎從未被批判過 所以其實校園裡面是這一群最明顯的 抵抗跟行動者的面目最清楚 但是加害者或者是這些共犯或者這些共謀者的面目最不清楚的一個地方 所以其實校園裡面面臨到的是一個遲到的民族化 校園裡面我們現在面對到的課題可能是台灣社會 或者是可能其他的社會領域過去幾十二三十年或甚至更長的時間裡面 在討論跟在爭取要改革的事情 那校園裡面自然就繼續去承接這個時差 而且幾乎所有的議題在校園裡面大概都是會有蠻長一段的時差去落差於這個社會的改變 同時其實也跟這個世代跟成長歷程的關係 以大學為例 大概在現在大概50歲上下的JD教授 有時候差不多1960年代到1970年代生的這一批現在五六十歲的教授 那這批人其實是在台灣的黨國體制最穩固的過程裡面成長 所以他們的意識形態上其實就算未必是黨國的協議者 其實也都高度的至少一定程度的認同這個體制 或者是就算沒有那麼認同他的抵抗的意志也 或是他的批判性質也較低 要用的時候這個爭議的事情可能不要碰到這麼多或什麼 所以其實現在這一群在黨國的體制之下成長的 而且意識形態最穩固的這一群大概就是校園裡面掌控現在的行政體系 還有站在權力基因位置的這些人 包含例如說像是特定的行政主管或者是各院系所 各院系所 例如說院長 系主任所長 其實在世代上現在正好這個時機點 就是台灣社會的轉型正義開始比較有較快速的進展這個時間 其實就是校園裡面的相對最保守的這一群人 站在他們最有益的權力位置的這個時間點 其實大概在一二十年代就是可能九零年代以來 那個時候學校比較資深的老師 反而是大概是在可能日之末期出生 或者是在日末期成長 然後他們的不管是認同或者是對於民主政治 但是對於自由民主的認識其實是跟在往後這個世代 在非常穩固的長老體制下成長這群人是有一個落差 他們可能也相對來說會比較還是有一些民主的追求 或等等這樣的一個精神 所以其實現在剛好因為這個世代成長背景跟歷程的因素 大概在這個時間點 那現在大概就是可能八零年代以後出生 甚至九零年代以後出生的這一群 這一群人其實很多可能現在剛好是剛進入學院 或者是快要畢業做博士生或什麼這樣 所以其實他們要這一群這個下一個世代要去接上 這個校園裡面比較有影響力 比較有權力的這些階層大家還需要一段時間 那在那個時間點我們也很難去預測說台灣社會的氛圍 或者是環境到什麼程度 所以其實校園裡面到底轉型正義接下來能夠有什麼樣的進展 其實也是沒有那麼容易去想像跟推動 那大學因為他所自我學稱的這個自主性 所以其實大學轉型的困難也來自於他自我宣稱的一種大學自主 那他這個大學自主其實是更大要談的東西 其實是他的體系的封閉跟自主性 也就是說他自己管自己 但是你沒有辦法去說他做哪個事情不對 因為他就說你現在要來管我對不對 啊我就是自己管自己啊 所以其實大學自主主導了一套大學上來 例如說台灣大學上來自由上來民主開放這樣的一個敘事 然後這樣的具有展示性的敘事 他首先他第一個作用是去抹滅過去校園其實事實上就不自主 然後跟像是跟政府或是跟情質單位合作這些歷史經驗 那第一個作用是打造一個論述的霸權去告訴你說你看以前校園就是很自主啊 然後我們一路到今天就自由民主 以前這些流血的事情啊沒有啦就是這都是個案或是你記錯了你聽錯了這樣 那第二個是說因為向來自由民主開放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我們今天沒有任何去改變他的必要性啊他就很好了嘛 為什麼要改變他 如果你今天想要改變他你其實是在你其實是在侵害大學的自主這樣 那你其實你其實是政治力要介入校園啊然後去破壞去改變這個大學上來自由民主開放的事實 啊他這個時候突然會蹦出去說這跟戒嚴時期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他們又開始矛盾就是他這個時候又說我們不要回到戒嚴時期這種政治干預的狀態 然後又說這個大學上來自由民主開放 所以其實智力破色的法眼這種官方主導的敘事其實打造一種權利關係的隱蔽 他去跟你說過去沒有這些事情而且我們今天不要做這些事情 然後進而影響今日我們行動的認知 也就是我們進而會去導致我們我們今日在討論這些事情的時候 很多人會說啊這個有這麼嚴重嗎就是那個行政人員啊或是這些人也很多好人啊 就是他們這麼可憐你就不加不加論證直接跟他說你就擋我的體質他很受傷啊 就是其實會導致說我們我們潛在的受到這些這些去世的影響 然後這些大部分的學生其實也其實很多師生也接受這套去世的影響 就是導致我們今日在行動在批判的時候就會遇到人家主外的說 那就沒有這麼嚴重嘛為什麼你要把他講得這麼嚴重 或者是他們也沒有這麼不好啊為什麼你要對他這麼 你為什麼要這麼偏激啊或這麼激進啊對他這麼壞啊或什麼的 明明就沒有這麼嚴重嘛 那這些認知其實都來自於這一套官方去打造這個大學自主的敘事 所以其實像是台大兩年前校長領選爭議的時候 那這個那個時候校方代理校長大概就找了四五個這個 呃台大前校長出來派派戰將齁 那個包含比如說楊漢齒啊李思成啊陳維昭啊孫正這些人 那出來說我們要捍衛跟堅持大學自主我們過去都怎樣怎樣這樣齁講得好像就是過去都很很抵抗外力什麼的這樣 然後所以我們今天更不能讓政治力介入這樣 那就是這個畫面非常的可笑的畫面 就是他們其實也在參與這個神話的書寫 例如說像是孫正任內 他其實孫正任內是發生最多學生抗議跟學運的時代 那那個時候其實也是非常多學生受到各種處分 甚至其實最近出土的這個檔案 我等會講到這些日記其實也看到那段時間是校園人員的情誌單位 還有這個監控校園監控啊然後這個密告啊 然後不是自己寫的日記其實非常非常非常大量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在這個挑戰官方去世的這個脈絡之下 我們要做的最基本的有兩個主要的東西 第一個是受害的失聲第二個是加害的體質 這個受害失聲就是要去談的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之下 哪些人然後哪些人受到了什麼樣的迫害 這些迫害包含學生包含老師 那之前常常講說為什麼有些人不是畢業生 因為他畢業前就被抓走啊 那有些人不是退縮教師 因為他根本還沒有退縮他可能就被解聘了 所以其實這些受害失聲其實還更廣的來講 還有各種教職員生 還有一些職員啊工友啊其實也都在 都在威權時期白色恐怖之下受到一定程度 或者是非常大的程度的侵害 那我們去認識這些人的同時也要去反過來說 那加害體制在哪裡 為什麼這些人在校園裡面受到迫害是一種 是可能的是存在的 不是說校園很自主民主開放嗎 為什麼這些人會被受害呢 所以其實是有一個在這個自主的論述裡面 被隱蔽的加害體制被掩蓋 這個加害體制包含例如說像是兼任校園黨部主委的校長 包含願意去配合的行政人員 例如說監控檔案現在可以看到說 當年的學運的學生他的成績都在監控檔案裡面 然後范宇的臉書就說他葉啟晟文化師會選零分 因為他覺得他什麼奇幽報要寫很爛所以沒有教什麼之類的 這些事情其實都出現在檔案裡面 為什麼 因為連當年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有些科目其中幾分的東西都出現在檔案裡面 調查局或者是勤制單位已花了很大的大稅人的錢去提供這些檢舉獎金 或者是讓這些負責寫報告的人每個月有一些收入等等 那這其實都是國家體制的一部分 而且這絕對不是在校方不知情或是校方不允許的情況下在校園裡面進行的 這其實是一個校方跟國家的行政單位一起合作做出來的事情 而且這也不只是為了國家利益 這也是為了校方他們滯銷的穩定 還有這個像是滯銷階層這些關係的為什麼要合作 因為他要保持保有校裡面既有權利關係 還有既得利益的穩定跟分配 所以他有這樣的動機跟這樣的意願去合作 去做這個其實違反他們嘴上說的這個自主民主自由開放的這些事情 那其實這是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合體 那這邊簡單以台大為例講一下說到底從後校史要重構什麼 其實第一次的校史重構是要去回到1928年的問題 我們在整理資料的時候看到1995年的時候 台大召開了一個50週年校慶的校慶籌備的籌備小組 還是籌備委員會這樣活動 那你不是覺得很奇怪嗎? 1995年,投委員會50年不是1945年? 那其實在晚進算晚進大概2、30年以內 台大的創校時間才被復原到1928年 在戒嚴時期到甚至戒嚴之後非常長一段時間 到接近2000年代的時候 台大的創校年一直都被寫在1945年 這其實是跟1945到1949這個接收時段的文化政策 有一個試圖要去所謂的去殖民 然後逗號是帶殖民的這個過程去建立這些中華的政統 然後其實是切斷一些歷史根源有關 那所以其實回溯到一個28年的同時 其實也才有辦法一併也需要討論的是 創校初期是台北帝國大學 包含跟殖民知識 包含跟這個南進這件事情 然後對外擴張還有內部殖民這些 這些全英技術其實密不可分的事情 然後其實有很多的那時候叫講座 或者是這個學部 然後其實也都跟這些事情有關 其實像是現在台大人的 其實之前的圖書的那種學講座 其實也是在非常近的時間 才把一些遺故返回給部落 那這其實都需要 這其實也是需要大家來討論 那為什麼 那同時這些大家來討論 為什麼合以可能 同時是因為我們需要去重視完全的歷史 就是台大並不只是1945年才成立 在1928年其實有前面的歷史 歷史承接需要去認識 所以其實國民黨或者是聯合包含就來說 你們就把校地成功還給原住民 那我們要跟他講說 你們今天能夠去講說 台大要面對原住民實施 為什麼 過去其實是不如選 因為你們就說台大從1945年才成立啊 那今天你們又談到黨國跟威權體制的時候 又說一下重視原住民 那你不覺得很精神錯亂嗎 所以其實台大一成立其實就跟這些 其實台大從未自主 台大的成立就跟這些統治者的權利 統治者的殖民或統治者的治理密切相關 那在戰後接受的時候 其實面臨到有很大的知識傳承的接受很短烈 包括例如說那時候改制可能改成學院 然後系所 然後跟以前講座的制度的關係 那這個就不細講 那包括例如說那228事件其實對台大有很大的衝擊 現在大家最知道的可能是當時的文學院代理人長李茂生 李茂生在228事件的時候消失 那個時候有 後來忘記誰記事就有寫說 他其實那時候應該是一個教舞一個講師這樣 然後他躲在文學院的一個小房間裡 然後看到就是李茂生從文學院前面被帶走 然後就是他最後一次看到他 那這個228事件除了造成大量的死傷 至於台大造成大量的死傷 死傷以外其實也造成知識傳承很大的一個斷裂 還有本土精英的斷層 那同時其實228事件至於台大的轉陣 其實也有很大的意義 其實在1980年代也是台大一群學生在那個時間點開始 在學校裡面辦相關活動去紀念28事件 然後再到像是1987年 公益的特命28的紀念活動等等 其實228事件也大概是在1980年代開始 重新被台灣社會認識跟紀念 那台大的校史在黨國界的時代 其實這個受害事件跟加在體制的這個 這個礦物壓制效果去認識到說 包含1949、1950年代 46事件其實就是來自恐怖的爛傷 那從當時的社會部滿到是很大的 很大的競效員的搜捕 那再到其實後來50年代非常多的共產案件 陳公偉在台大的各院其實都有 都有相關的人被處決 然後雖然其實很簡單的講過 其實每個事件都可以辦成長座 那鷹海光事件 當時鷹海光事件其實是台大 鷹海光是台大哲學系的老師 然後也是在後很重要的自由主義的思想傳承 但他在被軟禁之後 其實後續也影響台大哲學系事件的發生 很多被認為說是這個鷹海光的余孽這些人 也一併被清算 那現在有一些檔案出土 就看到說其實當時是 當時台大哲學系事件的發生 其實台大哲學系事件是說 導火先其實是一個那種逢沐翔的人 然後他就去檢查 他的理哲學不考了0分 他又這樣不熟 他又去跟那個老師說 細物整頓在此 就是你要不要成功考你巧合分子 他還是被盪了 然後他就非常不開心這樣 然後後續就引發了 當時的主任被撤職 然後換了一個代理主任 然後大量直接聘了十幾個老師 並且引進了其他專任的教師 進行大幻子 至於逢沐翔的後來發生什麼事 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這幾年還有社會新聞 那台大哲學系事件後續其實有大量的老師被解僱 例如說當時的系主任趙田怡 然後當時的老師 例如說像李日章 或者像陳古印 或者是像前陣過世的王小波 就是後來跟馬英九合作為一條克剛的那位 等等 其實有非常多的人被抓 還有學生的主教 例如說那個楊廢華 楊翠王還是楊廢華 忘記是哪一個被抓 反正就是那個楊克黃的女兒 等等 那其實就是整個是大型的清洗 這其實也造成早年有很強的自由主義傳統的台大哲學系 其實整個系封還有學術傳承變得非常保守 那這個事件其實 這個事件近日的檔案最要顯示出它其實是多個系統在裡面進主 例如說有王生的政治案系統 然後有應該是調查局的系統等等 有不同的系統也在裡面進主 然後同時有當時的代理主任 還有他自己的涵涵跟欺負心等等 那共同去一起打造出了這個大型的政治案件 這知道是在1970年代 那到1980年代 1970年代其實包含像是台大法研 在台大裡面辦一些什麼寶調的座檔案等等 其實校園裡面就開始有一些抵抗的行動出現 那在1980年代這一群 這些抵抗的人開始集結 包含1985年的時候包含自有自愛 然後包含廢除審稿制度 然後校園裡的言論自由 然後接近90年代的時候拉倒 活動中心裡面的那個 不是拉倒 反正就是破壞 活動中心裡面的蔣東同向等等 這一些活動開始校園 台大的學運開始開始發展 然後這個網絡其實到1990年代 成為野百合學運重要的資源 再到1991年 發生 號稱最後一個判斷案件 獨攤會案 這些過程中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大量的受害之聲 而且 在我們後來歷史過程的認識裡面 其實大部分都不明不白 就是 你就只知道他被抓 你被受害 你知道為什麼會被抓 或他的資訊為什麼會被抓 這些東西其實 這些資訊其實是相對來說認識比較少的 就是 也就是這個 校園監控網絡到底如何可能 學校管理階層 還有校外的這些 情報單位或者是政府機關怎麼合作 這些其實都是需要現在的檔案去認識跟去解密的 那 這個黨國其實到底是誰 其實當時以台大為例 其實這個 台大的黨部其實就是 國民黨有個知情黨部 其實就是大學的黨部 然後台大是第一分部 叫代號是孔之中 孔之中 然後那個 各校其實有不同的代號 然後上 看 嗯 全他運動有六百多個小組 然後 有非常 非常大量的 非常大量的不同的 不同的小隊 例如說 例如說 十幾個支部 然後他下面有不同的小組 然後他做不同的事情 例如說有的負責辦活動 然後有的負責去 參加別人的活動 然後去做一些紀錄 然後有的負責去 有的負責去 別人的活動裡面 就是製造一點紛擾啊 混亂啊 然後有的 有的負責去 聽校園裡面的 他們上頭的指示去辦 這個事情等等 那這個 這只是擋過的部分 那 例如上是 學生的組織 這個叫做 全民學會 他甚至很挑 他只收 他自己去 會去接觸你 他只要這些 成績最好 最頂尖的 那其實有很多 現在很多 呃 台灣的 台面上的 那政壇上的人 其實都有 學民學會的背景 然後或者是 異先學會 這個是老師的組織 就是 老師的黨組織 這樣 但到今天都還在運作 他的那個 召集人是 甚至 之前還在當 台大的選會 代表 然後常發言這樣 然後 還有一些 黨的社團 這個社團 其實非常有趣啦 像是 他們大家有不同的 學院運作 例如說 呃 名字的話 他在文學院有一個 然後理學院社群 有不同的 然後他們每個 會有不一樣的名字 這個 之前我有稍微看過 但是還沒有研究很清楚 例如說 像有人叫什麼 種種社 然後這個忘記 好像是文學院 還是哪個學院 然後有人叫什麼 什麼藍心社 然後他們就是 會用一些不同的東西去包裝 然後去發展跟穩定的去 提供這些 這些黨的 下線的一些連帶 然後也去 也去維繫這個組織的穩定這樣 好 那 這邊就是有趣的東西 都給大家觀賞一下 這個是1996年 就是已經總統直選那一年的 台大的學生代表大會的公報 然後當時就一直連人都在吵嘛 因為 第二屆是泛民當選會長 然後第三屆林毅華 就是現在的國民黨地位 然後第四屆是賴宗強 然後第五屆跟第六屆是 分別是許家興跟黃國昌 就是是法學院的改革派 然後應該是第七屆 第八屆 又有人會去國民黨 是真的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就很好笑 他們就吵一吵 所以每天都愛吵 校園跟國民黨練習 然後這裡有一個人就說 這個 現在請你們公開承認 到底誰是國民黨 那個會長 那時候學院會長羅吉方 好像是 應該是農學院 還是很熟悉 他說我是國民黨啊 我是啊這樣 然後張賈平 這個大家可以Google 如果是國民黨 應該是組織部主任 還是副秘書長 現在 對他就說 權益問題跟國民黨有什麼關係 然後 他就問說 我說你國民黨是抹黑嗎 就是 主席就知道我看誰 這是他的問題 然後兩人就說 不 我不是國民黨 然後吳基林 這個後來也當過會長 他就說 大家好 我承認我是國民黨 我國中的時候 高中的時候就加入了 我加入國民黨的時候 不可能不認識這些其他人 當然啊 因為你們都是國民黨的 所以你在大學才認識 然後 也沒有跟他一起搞 但是呢 我要承認的 我爸是國民黨的 我絕對承認這樣 好這個東西真的非常好笑 而且這個東西非常非常多 就是我只是舉一個最好笑 因為當時的編輯呢 非常得 非常得不到台 給他放大這樣 所以 我只是舉個最好笑的說 這件事情其實在台南每天都會發生 而且是90年代 笑人政治的主軸 那 同時這個時間點其實也是 也是台灣社會最快速變遷的時代 民主改革 台灣的民主改革 其實 在80年代到90年代 有一部分很大的力量 來自於學運跟 就是台灣的80年代 百家真名的社運動 其實有一部分 有部分也有 尤其是台北的學生組織的一些影響 那 當時其實 大家會說 其實這些學生走在時代最前面 但是忘了講下一句啦 也就是說 那些 這些校園到今天為止 其實都在走在台灣最為的 不敢說最後面 最後面來很多東西 至少相對後面 然後這些制度改革 其實也是走在很後面的東西 而同時 當時其實 學生政治組織 包含 可能從80年代或90年代 包含吳瑞人 包含陳之柔 范雲羅文家 之類的 會宣稱說他們在 會有種宣稱 就是 校園民主其實是一種實驗 那當時其實有一種 對於這些校園政治 還有學人自知的想像 是台灣民主的理想 就是 這個理想就是指說 例如說他可能就是先 先去做一次給你看這樣 然後 會先去有一些 有一些相關的行動展演 例如說 當時 1988年 台大學生會長改成直選的時候 台灣甚至還沒有總統直選 那那時候他們就說 我們就是做一次給你看看 你看 我學人都做到 會長直選 然後三月分立 那為什麼 為什麼 這個政府 國家做不到呢 然後後來又實驗一些 像是三月分立的 三月分立的東西等等 所以其實 當時的校園政治 其實有這個 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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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開招 像社會進軍的這樣的意圖 那也試圖去扮演這個台灣民族的 台灣民族的理想 同時在包含 包含這個 一一社團的 一一社團的網路 包含 例如說早年可能講到大學論壇社 大陸問題研究社 然後 大學新聞社 然後 早年其實非常多 像是 他很多 壽命不易的社團 例如說傳真社 例如說 勞工社 女顏社 左水溪 然後 游下來活著 游戒已經不知道去哪裡了等等 然後像是 法代會 早年法代會 還有台大法令 有很大的影響等等 這些一社團其實 還有 有一些起起落落的運動週期 其實 其實支持著 支持著 這些校園民族的 力量跟 台面下的 組織網路的運作 然後同時包含 夏野百合 到太陽 到野草莓 其實也都有很多的 很多的 大學的組織跟社團的參與 但是 但是這些事情的話 是不是 這些事情其實從來都不是 呃 台大的 台大的 校史敘事的一部分 那這幾年 這幾年其實 當然這幾年校史館很努力 例如說 他們就把太陽花學運 由台大學院的參與 加了兩人字 放到台大校史館的常設展裡面 但是我們要談的是這樣子而已嗎 或者是我們要談的是一個 整體性的 整體性的翻轉過去這一套 自我宣稱 自主 然後對抗外 一旦其實 處處充滿了政治痕跡以及壓迫 而以此之名去阻止大家去探索真相 跟進行改革這一套提示 所以我們要 我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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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在既有的這個 這個 官方的敘事主導之下去架個幾行 好像這種增補性的去為他 為他 為他 讓他用很便宜的代價 就能夠購買到正當性 我們要談的更是 我們要有一整套不一樣的史觀 不一樣的史觀去用 以反抗跟行動為主體的這套 對抗性的敘事到底如何可能 那這些受害的史詩跟家的提示 我們要怎麼樣去認識它 又或者是 只是充滿著在 譬如說 台大這個官方 關注官方行動 譬如說幾年我們增設哪個學院 然後學生成長到多少 然後這個 何時台大又主動改革 這個所謂主動改革通常都是在被 在被學生或是被社會逼到最後 不得不的時候做一點動作等等 這個東西要怎麼樣去改更可能 那同時這還有一個非常非常後話的東西 就是說 那我們也需要去留心的是 我們過去對於官方的這個虛實的批判 所以其實我們在建立新的虛實的同時 也要去保持多元性跟開放性 而避免成為下一套罷權跟具有宅滯性 然後去排出性的論述 那同時這個問題其實不只是台大的存在 其實有非常 應該是說除了那種最近幾年成立的那種新大學外 幾乎每個學校都有相關的課題 剛剛講到的國民黨的校園黨部 知性黨部的這個事情 其實它有一大堆代號 那這些代號其實代表幾乎每個工地大學 都有相關的黨部的組織 例如說像是以前審立 審立嗎?工學院 本來就是成大的簽證 成大的簽證 以前啊 它可能是特定的 特定的能夠去處理 例如說學生沒有守哪些規定 它可能就把它退學 這個是有檔案的 或者是各個學校 例如說像是中興大學 以前到中興大學 或者是黨校本人等等的 其實非常多大學有相關的問題需要去建立 而這個在80-90年代 其實除了大家比較知道的台大以外 其實各個社團也有非常多的意義 各個校園也有非常多的意義性社團 這些社團其實也有非常多的行動 同時面對非常多的校方的打壓 那這些事情其實很多事情 很多沒有被記住 其實也需要重新被探索去建立這個 這個不只是特定的學校 他們的校方本身 官方的主流的主流這個 這個神話跟偉大自由民主的論述以外的 這些抵抗跟抗爭的效史 那私立大學其實本身的困境更複雜 例如說其大部分的私立大學 這個在建人時期其實 其實高校資源高校是高度受到管制的 那能夠成立 而且是私立學校 能夠去成立大學 其實大部分都有特定的黨國必因 例如說 舉例來說 例如說像是東華 東吳大學好了 東吳大學 東吳大學當初就是 黨國大老 黨國大老才能夠創銷 或者是文化大學 文化大學到 東吳大學到今天 小孩到潘維大 她那個姐姐就是潘維剛 潘維剛就是之前的國民黨地委 還是副聯會還是救國團的 現在在副聯會還是救國團 然後例如說像是文化大學 文化大學之前的董事會是 慕明珠家族 大家是慕明珠嗎 就是以前國民黨地委 後來好像去清明黨還是新黨這樣 就是這些私立大學大部分能夠成立 跟有資源 其實都有它的黨國的NB跟特許 例如說像是中原大學 或者是東海大學 這樣的基督教學校 其實透過校史的討論 這幾年有一些 例如像是曾經報教授在寫 其實也有一些 有一些國際教會的基督圖 然後黨國基督圖跟本土派教會的一些 鬥爭的過程 所以其實這些私立大學本身 它的存在本身 其實就跟轉移政移民不可分 而且難以討論 因為這些人甚至 他們在私立的這個脈絡之下 他們甚至是有更高更高的自徒性 那這些大學其實今天也很多轉型為 黨國協力啊 統戰協力啊 例如說像是 像是不管是文化大學啊 或者是中原大學這些 大量招募終生 然後利用這個來補讀學費缺口 但其實也成為很多 成為很多這個 這個 這個 統戰的網絡 這個文化 它其實 它其實是 其實是在不同的時間點位 不同的 不同的 權貴階層服務 然後同時他們也抓住了這個 這個 這個 之前的 特許結構爭取下一個 NB跟特許 這個當然是今天還在存在的問題 同時這些學校其實轉型 轉型也會有特定的歷史機遇 例如說公立學校其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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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是說完全都 就是 就是非常堅固 像 鄭大 鄭大可以講的是 這幾年其實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 有些動作改變的事情等等 就是在特定的歷史機遇下 能夠去改變 但是 私藝大學 私藝大學就比較 比較扭曲啦 私藝大學的改變通常是來自於 市場機制或是財產 或財產接手等等的問題 那它其實 其實這些東西就是 對他們 對一些財產來說 這是做生意啦 所以更不可能去期待有任何的改革 對他們來說就是 他們的關係是這個 這個生意怎麼做得更好這樣 所以其實 要談其他學校的關係 其實也在講說 真的 相對自由的台大其實一點都不自由 只是它為什麼看起來相對自由呢 因為其他學校更不自由 所以要 讓台大 譬如說你看 其他學校都怎樣怎樣怎樣 我們已經這樣這樣這樣 比較好了 這樣的自由的錯覺 其實是踏著別人的屍體 去 在其他學校更不自由的學校的趁多之下 讓台大有了自由的錯覺 所以 這其實也有一部分是台大的責任 要我們也 台大也有責任去 去改變做大的體質 去 去讓這些過去 過去襯托他的 成為台大襯托的這些學校 其實也 也能夠去看到說 也有改變可能 那 台大怎麼做 那大家有什麼樣的行動的可能性 那 第二個部分講到 校園空間 其實 在這樣的政治權利益 政治權利益結構之下 其實 學校的空間 是變成特定人的空間 那 以台大為例 到底空間怎麼配置跟管理 其實就是特定的利益階層 跟特定的管理者的利益的展現 例如說 造年 這不完全是黨國因素 造年 例如說有一些 比較有產值的學院 他可能就是校地分配的比較多 然後加上他們可能 又有一些比較容易拿到捐款 所以他可能就是 有非常非常大量的 非常非常大量的管設可以使用 然後空間的管理其實有相關的 相關道線都還沒有有解岩的 解岩的 再有這個 我有一個心態 例如說 呃 台大的行政大樓 台大行政大樓正門是不能走的 就是他拉了一條紅線 所以說 洽工 洽工才能走這樣 然後我就看這個非常不順眼 我想說為什麼不能走呢 所以呢 我只要去校長室 我就從 台大的行政大樓 第一行政大樓 走那中間的門上去 然後 就是 因為他那個 他那個紅樓 有兩邊有空 就是給他走上去 直接走從那邊上去 然後 只要帶貴賓 或者是有一些活動 例如說 等一下會講到崇文成廣場 那個簽約的時候 我就帶那一群 那個家屬 還有老師們從中間的樓梯走下來 走下去 然後他們來的時候都不知道 就是走到一個旁邊 那個 很很 就是 建築最便便的那個樓梯 然後再繞上去正中間 所以例如說 像是 某些人的空間特別 特別要保護 例如說 甚至最誇張的是 剛校長林拳完的時候 那個校長室的那一排啊 那個走廊 是有便衣保鏢在守衛的 那 這個 空間配置跟空間管理這件事情 其實 他非常優偽啦 而且 其實更有方式 他也可以跟你說 這個就是安全啊 或者就是方便啊 或者就是 他可以用很多去政治化的語言 去否定 否認 否認他的管理意圖 但其實 包含空間配置 空間管理 其實 到現在為止 其實很多東西都還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解嚴 那 同時是 但是 同時有非常大量的 關於偉人的這個經驗空間 跟命名 例如說 特定的館 他可能就是 某些校長的名字 或者是 不一定是館啊 那可能是 一個 一個墓園 或是一個中 或是一個草坪等等 社交友 為什麼可以 為什麼可以被 可以被 放在這個 放在這個 這個 這個空間 然後 你如果 是 需要去那個地方的人 你就每天需要 說我去某某館啊 你是每天講 那這些東西 到底他到底便宜什麼 他便宜的就是 他是校長 或者是他 很偉大 或是什麼 那他當初為什麼 為什麼 又能夠讓這樣的 名字 悲痛過 他是透過什麼樣的歷史過程 然後有誰的支持 誰的運作等等 成為這個樣子 那相對於這個 以受難者 給受難者的紀念空間 確顯得非常不足 例如說 以這幾年的 大家可能知道 給大家看一下近況 他在工程中 就是成為這個事件紀念廣場 從 其實從2000年代 都在推動 到2013年 2015年的時候 通過幾次中央會議 走到181920 陸續完成一些西部審查 然後募款 然後簽約 然後動工等 這些過程 其實可以看到 就是說 反而要紀念受難者 或是紀念受難加害體制 去認識這些空間的這些行動 其實本身就是困難重重 一個廣場需要經過十幾年的努力 然後 其中遇到很多次可能就會 就是會翻盤或是破局的情況 這樣最後才 最後才 才得益建立 所以其實可以看到的是說 反而 空間 能夠去記住誰的故事 空間 我們能夠知道的是 空間不能夠記住的就是 這一些受難者 還有受害師生的這些故事 所以其實這個 關於我們要紀念誰跟 利用誰的名字來 空間其實就是歷史記憶的爭奪 那 同時這邊快速講一下 是 校人的土地利用本身 其實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 壓落跟爭奪的過程 例如說 台大在1990年代 產出了這個 這個 現在的第二活動中心 就是公館捷運站 大家去了公館捷運站 一出來那邊 那邊第二活動中心 蓋了那個樓 其實以前那邊有一個 龜山聚落 還有那種幾百年的建築 就是那種 那種清零時代 就來台北盆地別人開墾的那邊 那個時候就蓋了那些建築 你說說其實 大學的 大學的土地利用 控制擴張的過程 其實就是對於 其實是跟周遭存在緊張 跟周遭存在壓迫的 包含例如說像是 徵收周遭的地 然後成為校園空間等等 那這些其實 也是需要去批判說 到底 誰在使用這些校園空間 跟擴張 然後 這個也包含像是 前面講到的 例如說像是 台大七頭校區的這些用地等等 那另外就是 包含校園裡面的銅像 這個牌大目前沒有 但是像是做政大 或是其他校園區非常多 或是墓園或是扁額 扁額其實 扁額其實比較少被注意啦 但其實就是 像是 像是 人家會講到高中 掛一個什麼禮異廉遲 蔣介石 這其實也都會是 難以被發現它一直存在的東西 好 那 大學的部分 最後講的部分是 轉型教育 這個 要怎麼教還有誰的虛勢 其實這其實剛起步 然後 這幾年有一些常識啦 例如說 像是 有一些 有不少的朋友有推動說 鄉台大新生書人裡面 講一些校史 但是但是遇到一些反錯啦 例如說可能 學校就認為說 那我們就試圖 用最中性啊 最不帶評價的方式講 當然有講就是進步 但是它其實怎麼講 或是誰來講 或者是 能被允許講到什麼程度 其實原來是有問題 然後像是 就是校園裡面的教學資源分配 例如說 能不能夠提供給本土語言原品 那其實我們 我們在 台大學院會在 五月的時候 推動通過一個 台大補助 國家語言授課的 這個辦法 你知道也是 中途也是遇到很困難 但是說 我們花資產或者是 黨國NB 其實過去 因為黨國體制 特許 需要並且特許 某些人 某些人 特定的 開某些課 然後獲得某些 教職 那這些人其實 你要拔到他 他就說你政治力迫害 他就是其實 也只能等他自然 反正他其實到監獄中 還在繼續存在的校園裡面 所以 所以 講到 大學部分 其實高中 高國中小其實不只高中 國中 國小其實也有很多這樣問 其實 的困難會更多 外在結構是 這些學校裡的這些人 他其實都不是 不是學術人 他是 他其實覺得他跟 失培體系出身 他更保守 而且他沒有 沒有一些基本的 學術討論的能力 也就是說 他其實缺乏一些知識的 品味跟判斷力 也就是說 你跟他講什麼 他就是 有時候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他是聽不懂 就是 這跟他的生命經驗相違背 或者是跟他的成長經驗 就是有很大的落差 他就是做不到 你也沒有辦法要求他 他也不是 他有時候真的不是惡意 他就是不懂 那這個失培體系 導致內部的保守性 跟再生感 去複製他們的 和諧的內部的意識形態 所以導致說 他們的認識裡面 學校就是這個樣子 教育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教你好好的 乖乖的 不要鬧事就好 那他們也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長大 那你跟他 你跟他講人權 對他來說 那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我不是要說他們 這是一個現場的事實 對他們來說 為什麼對於教師的教育 是非常重要 是他們也需要心知 他們也需要知道 怎麼樣去面對 跟處理這些事情 不然有時候 他們的抵抗 或者是抗拒的心態 也是來自於 他就是不懂 不懂了完全沒有認識的東西 那他下一次的抗拒 其實我覺得也一定程度 需要去理解他 所以其實 高中校園也一樣 跟大學校園有 內在的封閉性 和保守性 那高中校園的保守的關心主義 家務部長的情態 其實更明顯 他不是覺得說 學生就好好念書 加上 絕大部分的都要考大學 大學畢業之後的 至少 至少 再來的人生路徑 大家 多人性比較高 但是其實高中 絕大部分 不管是要考什麼事 總是會有升學主義的壓力 這導致說 像是家長 下面會講到家長 其實也未必會 未必會能夠支持這些事情 所以其實 再加上最多的 最多的校園 高中校園 需要去對抗的 其實是這個 軍事化管理議區 這些其實是 這個東西都還沒有解決 你看 後面要處理那些 那些很廣大的東西 其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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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離更遙遠 學校裡面這個 這個 軍事化的 管理議區 這些事情 其實是到今天都還在進行 所以其實 大學 高中又落後 台灣社會更多 不管是招會 升級 制服 請假制度 寄過 銷過 這其實都在這個 都在這個 威權統治的脈絡之下 然後以前 教官甚至至至今的人 還在負責這一些在生產的責任 那過去 過去其實教官還負責 像是拉黨員 然後看你不錯 就跟你說 這是把你的資料記一記 然後 搶給你的大學 然後大學會有不同的人 來跟你接頭 等等 這其實都有人 都有人寫過一些回憶 例如說 台下日系有老師說 他當年也被推薦 然後 他就磨磨磨磨的去 然後回家很開心跟爸爸講 他就被罵 他就說 就是 你這樣 以你這個 程度 你就會害死 等等 就其實 這其實是真實存在 例如說 台下日系有另外一個老師 他先生也分享過一個故事 他念熊中的時候 然後他當年編熊中青年 然後就在裡面 放了一個 那個 那個 紅肉的蛋孔 我等一下下一個會講 他就被約談了 然後那個就拔掉了 等等 這些事情都發生過 這些事情其實 最根本的 這種日常生活 每一天的這些 這些控制 其實都還沒有解決之間 其實也非常難去談說這個 整體性的敘事啊 一失情態啊 校史的灌輸啊 我不是說這有絕對的順序性 說先做這個才做這個 而是說 其實高中校園 面臨更多更基本的 然後更根本這種 每天存在的 每天存在的壓迫 而且 高中的特別權力關係 是比大學更嚴重 特別權力關係就是指說 他會認為你說 你不受一些特定 你在特定的場地 你會不受一些基本權的保障 那高中的情況 比大學更嚴重 高中就是會覺得說 你就學生大啊 這個管這麼多幹嘛 然後同時 某些事情也不願意 認為要保障你的基本權 那所以其實像是 制服的事情 其實這幾年大家都在抗爭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 其實也做很多 然後像 招會 或者像升起 例如說升起 然後一個 高中校園喔 然後一個軍人 在一千 一兩千個人 前面大喊 在那邊大喊地震 然後敬禮 然後什麼的 不覺得這個畫面 在現當代很違和嗎 所以其實這些事情 就是非常非常難以改變 而且自信在存在 而且你只要一挑戰 他就會說 學生不好好唸書 所以其實高中校園 他們的這個論述 可以去壓制的更多 因為包含 加部長心態觀念主義 然後還有升學主義 其實高中生更容易 更容易去 受到那一套 你就還不成熟管 那麼多的這個控制 那就年紀比較小 所以高中的行動者 其實又更加複雜啦 其實像是家長的 家長的力量 其實絕對是比大學大 然後 我當台下學院會長的時候 有一天收到一封信 問說 請問太太有沒有家長會 我要加入 所以一個家長進來 那我就是哭笑不得 然後我就跟他說 如果你要捐款的話 可以考慮其他單位這樣 但是其實高中家長會的力量很大 而這個家長其實也是維持 這個保守體系的 一個很重要的力量 然後像教官啊 然後老師啊 然後行政職啊 然後校友等等 在高中裡面 比起大學 會有 還是會有一批的老師 基於他的學術良心 或是人生的良心 願意去反思這些議題 但是在高中裡面 這些人其實 願意去改革 或者甚至不要說改革啦 支持學院改革的人 絕對是毅力 而且是少數中的少數 為什麼 因為其實高中那個 老師之間的關係跟緊密 然後 老師也沒有很多嘛 全校都認識 不像 例如說台大有2000個老師 很多大學有幾百老師 那個老師很多啊 你不知道誰是誰 但其實高中那個 關係是非常緊密的 然後 他們之間的那個 人機壓力 這些保守應該是絕大多數 所以就算他自己的學生 那個願意去 違逆他的人機壓力 然後站出來 或者甚至做更多的人 就是絕對是少數中的少數 所以 其實也不可期待 然後 這些人就是交織成一個 非常穩固 而且去 而且很難去撼動的結構 然後 講一下這個 高中的實際案例的話 之前 第一個是 其實 其實 比起大學 其實高中在 重新認識少年歷史 跟打到新年歷史的門檻更高 然後 幾個部分 第一個是基礎資料 就是 大學其實 其實 比較多研究 然後也有比較多的事件 會去被記得跟留下來 然後 其實大學也比較容易有新聞 就是 不管什麼大學 開始做你的事情 其實是比較容易會被注意 那 大學的事情也比較容易被留下來 那 高中就相對來都困難了 所以就是 不管現在時代的政治受難 或者是 老師的政治受難 學生的政治受難 或者是 校園裡面的監控壓迫等等 其實是相對困難去認識的 那 我們 我在熊中的時候 做部的事 重新去辦熊中 自衛隊的紀念活動 然後 辦一些想念的展開 或什麼的 去 去打 去建立熊中 熊中的反抗這件事情 那 當然 高中原廢就有點凶 就是我們那時候 我們貼那個出來 然後就有一隊人在看 說 啊熊中果然最凶這樣 我就覺得辦好笑 然後 或者就像那個 台南武中 之前那個 短板 歷史記錄他們 做的一系列的挑戰童像 然後 學姐的 人權術等等 這些事情其實是 其實這其實非常難做 而且 而且 門檻很高 而且其實 資料也很少 而且能夠支持他們 給予資源也相對不多 但其實是 能夠進展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或者是 嗯 這個 推動 推動這個 嗯 在熊中的時候推動 我覺得比較影響重大的是 就是 那個時候 我們的實業室跟休業室都有一個流程 就是 大家 念高中應該有音 就是 相國旗 記 國父與相親 三局公禮 然後一局公 二局公 三局公 這樣 大家要脫帽 可是你們站起來脫帽 這樣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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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 你不覺得 每個學生要做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你不覺得不合理嗎 所以我們2016年的時候就是推動熊中的實驗是廢除這個流程 然後陸續還有推動其他的校規還有服役制度的改革 這個大概是校園的歷史跟新的制度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說改變校園裡面空間的空間配置 然後例如說像銅像 可能開暗語中就在同樣在那邊辦獎檔 然後匾額其實之前忘記是誰就去上面掛一些奇怪的東西 然後像七字就是熊中的 以熊中為例他那個紅磚的牆上有那個蔣介石1934年 新生活運動整齊清潔簡單什麼那六個那個 那我們那時候其實有通常說把七都弄不掉 但是後來遇到就是其他狀況後來還沒有知識 然後或者是像紀念碑 例如說很多學校園都有一些各種各樣的紀念碑 像熊中的兩棟樓中有一個很高的就是一根 應該是什麼抗戰勝利還是什麼反攻抗戰碑 對對對 什麼精神碑 就是精神的 對對對 就是什麼精神的這樣 很大一根 所以這個方式其實會去固執重構的程度 就是去拆掉他或是去改造他其實在高中來說還是相當困難 但是其實是改變他的象徵意 透過去讓他去神聖化 譬如說把他搞得就是很欺虐 或者是在下面去挑戰他的意義去拜天講或什麼的 是目前比較多的嘗試他也有一些可能性的地方 那結語的部分我先講一下 我覺得現在的時間內有一個比較重點 比較重大的是教官去處的問題 就是教官現在的政策是基本上全面退出已經是這兩三年的事情了 但是他們要去哪裡 其實現在有一部分規劃是轉跟校安人員 那我非常反對這件事情 就是他們需要在就業輔導是沒有錯的 但是這個輔導絕對不是花一個名字 然後讓他們做差不多的事情 那對他們來說教官其實到今天到這一秒為止 絕大部分的教官都還是這個違反自由民主人權的打手 然後他們專門執行一些 執行一些老師不願意做不敢做這些 很多其實甚至違法或錯誤的事情 他們執行的效果很多就是濫權跟超越合理比例借鑒的直接行動 例如說過去可能已經改法規了 他們還是硬要登記這些所謂沒有穿制服的學生 然後用各種超越比例原則的方式在處理校園裡面 他們所認為的爭議案件然後在維持校園裡面的穩定和平等等 或甚至動輒就偽造文書啊對學人說謊啊等等這些方式 這些事情其實是這些軍人本身的缺乏素養 然後他們其實也對於民主自由缺乏認識 他們本身都不懂他們也沒有辦法其他他們學會之後回來 所以其實對他們來說他們轉任校園的人就是這樣繼續維繫一群人在校園裡面得以執行某一些影響正常的人的存在的這些事情 違反人權的這些事情的這些結構的程序 那他們應該要就業輔導但是不是讓校園變成回收場 繼續去回收這些過去就是爭權跟做一些違法的事情的人 那我覺得這個教館的事情是大家要持續關心他們要怎麼去的 然後同時其實結理的部分反省的話 第一個是其實大家會說缺乏社會對話或是溝通 但其實校園裡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場域啦 校園也是做一個教育的場域 其實如果在校園裡面能夠做它其實影響也會非常深入 校園裡面這個教育的根本其實大家也都在學 然後這些同時校園裡面其實也是還是影響 尤其大家這些地方也還在可以影響人的價值觀的時間點 所以其實大學或者甚至高國中小更好 其實做校園的人建議其實也是教育跟社會倡靈的過程 同時我覺得最後我想要講一個蠻重要的事情是 就是我們要做這些事情跟台灣這些事情 是要把我們被襲奪的語言搶回來 也就是說今天這一套自由啊民主啊自主啊什麼什麼白色恐怖啊 這些語言已經被過去這個黨國威權體制的部分 這些共謀成人襲奪 開口Bito就是說綠色恐怖或者是校園要再戒嚴啊 然後你們這些正式干預言還是什麼 但這些其實都是過去他們支持的這個對象在執行的事情 所以我們要繼續做跟繼續去挑戰這些事情 其實就是把這些正在被流失正在被搶奪 正在被挪用的這些語言去搶回來 去繼續去詮釋說 不是我們正在要挑戰你們過去這樣的行為 而這些事情 如果我們認為這些事情有些價值是重要的 我們還是要持續去改變這些過去 過去這些不對的事情 那我的前半部的分享大概到這邊 那接下來的時間就是會有語談跟Q&A 那我就到這邊 先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 喂 好 時間緣步嘛 我這裡收到大概20分鐘左右 希望留個10分鐘可以給大家Q&A 好 那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叫蔣聖謙 那我目前是台大法院所刑事法組的碩士生二年級 那我同時是在台大是擔任一門通識課 這門通識課叫做戰後民主運動史的這個教學助理 那今天的這個語談的角度呢 我主要會比較是簡單談一些關於 目前的一些在轉型正義在校園推特的一些困境 那同時我也會講到一些倡議時的一些食物 以及我認為我們可以努力的方向 那剛剛俊興講到演講的部分會比較細也比較深 他主要是談校園權力結構跟對抗的這個觀察 那我自己會希望從一個 如何去講轉型正義的這個角度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自己在觀察到校園目前轉型正義推動的一些困境 那首先第一點是在推動的這個困境部分 我們其實在面對校園的反動力量 最常出現的就是對轉型正義理念的錯誤認識 像剛剛俊興有講到 6月 今年6月發生的台大要提案去設立一個轉型正義小組 當時面對到的困境是什麼 是學校說你們要做的是拆腹中 這一個方式我個人認為 這就是一種烏賊戰 好我們都知道 呃在2014年 大家我們剛剛有看到了 富士年是做一種神話人物出現在我們腦海裡 但同時我們觀察到 現在有許多的研究 包含像陳春仁老師在這個 塔塔利史學報的一些文章 裡面引用到像陳辰回憶錄裡面 不斷地去反省到 其實富士年不是我們想像中這個 守護學生的一個正義使者的這個想像 那麼當我們知道這個事實之後 我們要如何去理解富士年 當然 呃我們去看這些歷史的過程的時候 我們應該可以了解到 到底當時是如何去代讀這些學生 我們要如何去看待當時的種種的抗爭 以及我們要去如何去進行富士年的評價 這些資料其實都是值得我們在經過歷史的檢證跟討論之後 去進行富士年的完整的評價 這是可以進行討論的 但很顯然的 在校方說你們是要拆負重 這個事實之下 就導致我們今天連討論都沒有可能 而他們使用的是種種的政治操作跟媒體的聲量 使得這些討論完全沒有開展的可能性 這是我們目前面臨到一個蠻重要的背景問題 也就是說 轉型正義被當成一種毒蛇猛獸 而校園推動轉型正義就好像是 他永遠都不去跟 各位可以看到 負重 這樣子一個校園的技藝 變成一個聯合賽局 好像說我們只能選其一 而沒有辦法去和平就好好地進行討論 這是我面臨到的第一則說法 就是他們常常會用這種物賊戰的方式去進行攻擊 那再來呢 剛剛講到陳文成紀念廣場的這個歷史 我簡單跟大家補一下脈絡啦 就是說 這個討論基本上十幾年前就已經在秩序產生了 當時陳文成博士基金會 其實很致力也在推動 包含是建立紀念碑跟紀念廣場的設置 但曾經有一度進入校務會議進行提案 那個時候是李四成當校長 所以各位可以算一下 至少五年前跑不掉 那問題是 這個討論當時其實 就是在校務會議推動失敗 原因是 當時就是陳獨剛剛這個主持人有講到的 當時的校務會議的代表 不斷地透過拖延的手法去避免這個案子團的產生 包含像是說 這邊必備 女同學可能會感到害怕 那還有很多的教授他們才能的方式是什麼呢 是告訴你 我們的校史紀念方式 不是只有紀念碑 不是只有紀念廣場 他們說我們要從場記憶 例如請校史館寫入校史這樣種種的方式去進行記憶就好 我請問各位 你們聽到這樣子的一個校務會議代表的論述你們怎麼看 而在我看來 這是一種拖延戰法 我們可能可以訪問這些教授的是 你們曾經有想要關注這個議題過嗎 你們甚至了解過陳文誠事件是什麼事情嗎 很顯然的 當這個案子在當年的校務會議被打下來之後呢 我們沒有看到任何的進展 陳文誠博士的這一個事件發生之後的 這個種種的記憶 其實是在好幾年的時間都是在台大內部是沒有辦法推動的 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當我們面對到這種反動的羞恥的時候 我們到底要如何去進行對抗 而不是我們好像聽到說從場記憶 而我們選擇讓步 所以讓步的結果就是我們就晚了好幾年 去進行這些歷史的再評價以及校園歷史的這個記憶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在台大校務會議有遇到的一種聲音 各位看到我們第一點的這個部分 當時在今年六月的校務會議有人提到 有一位代表 他是法學背景教授 那他講到一句話說 只有國家可以做轉型正義 所以你學生想要在台大設立轉型正義小組 是不行的 是沒有任何依據的 而用這樣的論述去說 好所以台大不可以成立轉型正義小組 你們學生的提案out 他們是這樣講的 那我不知道各位怎麼想 這其實是非常非常非常荒謬的 什麼意思呢 我認為 他的問題是出在 我們有沒有想過國家為什麼設立促轉會 促進轉型正義 對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還有促轉條例 這是因為 我們根據權力分立的角度 我們去設置一個獨立機關 我們是希望把這些不法跟不義的法律評價進行修正 我們都知道過去有許多的冤錯假案 有許多的監控機制深入在台灣的社會裡面 這些東西本身就是法律所造成的 我們要針對這些法律去進行再評價的過程 他當然需要國家來進行使用 但是他沒有否定掉歷史記憶的部分 是民間跟政府共同推動的方向 他沒有去說歷史記憶是專屬於國家的工作 所以如果照他們這個說法 國家才可以就轉型正義 那我們民間幹嘛要辦228的經驗 我們幹嘛要做白色恐怖的經驗 我們甚至不需要在這邊做一個講座去談校園轉型正義 因為這東西全都是國家專屬的 顯然這個教授所講的 他們對於這個學校能做的事情 想法是非常非常的狹隘 再來我們看到了 剛剛可能促進卿有講到的是 四六事件、陳文誠事件 還有上次有學系事件 其實這些事件 台大在過去20年來有許多的這個研究調查報告 甚至頻繁的運動 是在歷任校長在做的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是有許多的那個資助跟包含是推動的 那講這句話的這個校規代表 甚至還被在場許多的代表拍手支持的這個情形下 這些代表有沒有想過 你們今天所講的這個國家才可以做轉型正義 本身就是跟台大這20年來所做的努力 完全的背道而馳 顯然的 我認為 像我們遇到這些自打嘴巴的這些情形 是我們目前遇到非常大的這個困境 那 簡單來說呢 這個困境就是 他們對於轉型正義的知識非常困難 同時對於議題本身的抗拒 就是認為轉型正義是一個堵舌猛獸 是我們目前遇到運動這個瓶頸 好 那 再來我講第二點是 雖然我講到這些瓶頸好像覺得 哇 完蛋了 連大學校務會議都這麼保守 教授都 可以講出這種 不堪目露目的話 那怎麼辦 對 那所以接下來我可能會講一些比較 樂觀一點的啦 包含是兩個城市 一個是我在大學的通識課經驗 一個是高中選修課的經驗 先講第一個 大學通識課的經驗 我剛剛講到我在台大是擔任在後面主運動師的助教 那這門課在做什麼 它是希望有體系性的把戰後的台灣的政治史去進行一個回顧 那包含是1945年到1991年的這些政治史跟民主運動的歷史 我們希望可以比較有體系性的跟同學進行分享 那這個課程不是我們常看到的lecture 也就是說不是單純的上對下的講演課 而是它有配置所謂討論課的設置 那討論課的工作呢 助教就是希望在這個課程當中去丟問題 去給同學進行討論 然後進一步去讓同學可以在整合了這些史料的知識之後 進行歷史的再評價跟討論 這是我們所做的蠻重要的一個推動 那在這個推動的過程 其實我們觀察到 學生對於戒嚴實習 或是像是轉型建議的了解 其實是有一定程度的知識的 那當然我們也看到很多討論課裡面有許多回饋 其中有幾個比較關鍵的情形可以跟大家分享 像是有同學說我修了這門課 我才知道蔣經國跟情字體系它是有關係的 對 那為什麼我會特別提這個呢 其實我們這張課就有講到像1950年代 國民黨在權力改組的過程裡面 揭端的蔣經國他是擔任什麼雕塑? 他是擔任總統府的紀要室資料組的主任 這個單位後來改組成我現在看到的國家安全局 他本身掌管了八大情勢系統的頭頭 但這個歷史的事實 我想在場很多是這個 剛要升大學的一段同學應該是沒有聽過吧 對 可能在聽過應該不是課本裡面所看到的 對 那很多同學知道這個事情 知道其實他們對於蔣經國的評價會有一定的顛覆性 對 這是其中一種我們看到的 在進行教育的過程中可以發現的一個改變 那再來還有看到像是俊興剛剛講到的台大校史的部分 包含什麼資金黨部 還有包含決民協會 這些黨部的控制他不是什麼五六年代的事情 他延續到八零年代 甚至我看到野百合當時 有許多的紛爭都是跟黨部的控制相關 那這些控制的這些知識 交給這些大學生 他們去了解去吸收之後所進行的評價 我想我們可以得知的是 大學生他其實做的事情非常多 那他們對於知識背景的資料可能會有些興趣 但是我們往往因為過去所學太少 我們所知道的歷史的敘述 其實很多都是課本或是校史的傳統觀點 那所以我認為呢 在大學的這個提議 這個倡議的時候 我們其實需要注意到 那些不被看見的台灣史跟校史 如果我們要做這個重構小史 我認為知識的累積是 在大學段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點 那第二點是高中的這個108課綱選修 就是這個是我在去年的年底去 新北的一所高中去分享 那當時是幫忙那個高中的108課綱選修課去擔任講師 那那門課呢主要是做一個公民的一個選修課程 主要是做轉型正義的一些提倡 提倡還有包含歷史的一些教育 那其實我剛去的時候其實蠻震撼的 那老師也其實蠻緊張的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同學提的意見其實蠻有趣 就是他們其實對轉型正義其實完全不了解 完全不了解 對 那跟我們所熟知的可能在場各位同文層 差異非常的大 有同學說啊 就是他們在我演講前有先提一些提問單 提問單裡面就想 就是說轉型正義不是政治鬥爭嗎 好這是一種 也有人說轉型正義為什麼需要做 這一些戒嚴時代的刑法與改條這些規定 不是必要之二嗎 當時不是共軍可能會打過來嗎 必要之二 好 那再來甚至有人說過去的事情都過了 為什麼要一再來再提 欸我有收到類似這些提問 跟一些就於那個公民課的選修老師 之前課程的一些回饋 我其實當時當時的老師其實蠻怕我被嚇到 我其實蠻震撼的啦 大家說嚇到倒是還好 那我覺得是這樣啦 就是顯然同學對於轉型正義或是台灣史的基礎知識掌握不深 各位分享一下 我那個時候去帶那個選修課 現在108個剛是那個高一嘛 高一的選修課 那當時同學可能只有國中在學習 國中的那個台灣史有基本的認識 所以我可以理解就是對這些知識其實沒有很大了解 所以當時我去進行那個選修課的介紹的時候 我是大概用兩個小時的時間 簡單講一下像是沒有依法審判 228時間跟這個白色恐怖時期所遇到的種種的問題 包含那個審判程序的問題 惡法非法還有國際轉型正義的歷史種種的這些 這些兩小時的lecture 對 那做完之後的回饋其實還蠻驚艷的 就是整個我看到的回饋當然是翻轉過來 他們所有的同學還蠻積極的提供反饋 就是告訴我說欸其實學到了很多 然後知道國際在做這些事情 這個不是我們看到的轉型正義是政治鬥爭 這樣簡單幾句話可以帶過的事情 好 那我認為這個例子給我一個啟發 就是說知識不是只有專屬大學那樣可以做的 它其實可以扎分 108課綱其實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機會 包含像是這種公民的選修課 學校老師有興趣願意開這種公民方方相關的倡議的選修課 其實就可以運用這個社會當中的資源去引路到高中裡面去嘗試進行倡議 而我認為現在我們面臨到一個問題 年輕學子不只是高中生 包含大學生也一樣 我們常常會數實化的接觸到許多圖文 去片面的了解我們現在所知的總統議題 我們可以在策異粉針裡面貼著 就是迷音 現在很喜歡迷音 去直接的去讓我們去認為說 啊轉型正義就是東場有沒有 東場兩字蓋在你的眼前 就很容易造成你對某些議題的成見 那我認為呢就是其實 教育端需要注意到這件事情 而他同時需要更加深化去破解這些迷音 對於我們的既定印象能更成見 這是一則 然後再來是我認為結合高中端的教師其實蠻重要的 就是居經有提到 就是在我想現在的年輕的教師 30歲出頭老師應該就是在這種民主化後 慢慢的留在更深化去進行學習的這個歷程 我想他們是可以嘗試結合跟協助我們去進行 再更扎根於高中教育的這一個部分 對那再來就是我認為高中的經驗也告訴我們 有件事就是其實有時候不用過於妖魔化這些高中年輕的學子 我們遇到的同學是高一 他們是16歲 那我們可能會認為他們 他們當然這種有點疑勞賣勞 很多我的同儕他們會非常疑勞賣勞來說 他們就是想法跟我們都不一樣 然後就怎麼會 就是跟我們錢差地 錢男就是差非常的大 然後進而認為他們無可救藥 我認為其實沒有那麼嚴重 我們也曾經在高中的時候 就是是參加過太陽花學運 就是至少那時候不是在現場 但至少是在許多的新聞媒體裡面會去嘗試去了解跟關注異常的情形 我認為其實教育也是這樣 我們沒有必要去妖魔化這些高中生他們的一些想法 反而我們要去思考的是他們從何而來這些知識 那我們要如何去進行點對點的這個突破 這是蠻重要的一個點 那最後我簡單講幾個可以努力的方向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第一點是包含是知識資源的部分 就是其實很多的共識它是需要很多的法律跟歷史的一些論述去做為基礎 那我認為不管是在很多議題倡議啊 或是在營隊或是教師 其實我們都有需要投入的這個必要 所以我認為如何去盤點這些知識 並且灌入在高中跟大學段的教育 其實是我們一步一步需要努力的 那第二點是學生團體的部分 為什麼我特別提這個點 是說其實老實講 去推動轉型正義這件事情 能做的人不多 我講我很不客氣的講 同婚轉型正義 它其實人人都講得出一套我支持這個價值 我可以非常簡單的去講說我支持你 然後我願意協助 可是你有沒有辦法去更細緻的更堅實的去講哪一些突破點 例如當有人故意挑戰你問你 沈公委他們到底有沒有罪 你認為應該判死刑 他們是共產黨耶 你願不願意判他們死刑 這樣直接挑戰你這個問題 你有沒有辦法直接回應 你有沒有辦法直接講出審判當中的問題 進而去回應對方的種種的挑戰 我認為這個時候 學生團體的那個 這個串聯是蠻重要的 呃台大學生會之前有組成一個叫轉型正義小組 那同時去年也有舉辦 跟歷史系學會跟法律系學會 弄了一個台大的四六事件 不是六四喔 大家可以回去查一下 1949年的四六事件 70週年的這個回覆 腳踏車雙站 你可以搜尋這個關鍵字 腳踏車雙站 那我認為像這樣子一個紀念活動 有兩層意義 包含是 這是一種在校園內的歷史的倡議 它可以讓許多的同學 再次注意到我們校園當中的歷史 不是我們看到的校史那麼簡單而已 同時 這也是一種 學生彼此之間的一種賠力 我們通過辦這種經驗活動 去重新去思考 去串聯我們的網絡 然後深化我們的這個論述 它其實在不管是推動任何的活動的同時 其實也是在 強化我們本身可以往前進的一些動能 那最後我想要講的是這個運動策略 其實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像俊興也有講到 目前的校務會議 有很多的反動的一些校務會議代表 他們用種種的方式可以阻撓你 那我們在如何去提議一個議案 或是在校園內進行推動的同時 可能要去盤點一下 可能有一些老師可以跟你結盟 像剛剛的提案單就有一兩位 一定要啊 我看到蔡真家應該是 有很多老師其實是願意協助的 我們可能要盤點一下 誰是你的盟友 你要如何去運用一些比較細緻的論述 去讓他們可以了解到 你提的不是什麼毒蛇猛獸 不是什麼洪水 而是他們可以跟你進行溝通之後 或是在許多的 講難聽交換 運動策略的進跟退之間 去進行思考 我認為這是我們幾個可以努力的方向 那最後呢我想要講一下 就是剛剛主持人有講到 就是下午四點檔產視線 對沒有錯 因為我自己目前也是在台灣 民間真相優惠解促進會 去擔任秘書 我剛剛就在做檔產視線的 弄到五點半才下班 趕過來 這是民間真書會所做的 是108課綱的 這個高中轉型正義教學手冊 那這個手冊 你們如果去搜尋民間真書會 我們的官網的第一頁 就有這一個手冊的介紹 那這個手冊在做什麼呢 它主要是在跟 就是高中的教師端 去進行一個介紹 包含是你要如何理解 轉型正義的基礎知識 跟你要從哪裡找到 延伸的教育資源 那我想這不是專屬於教師 可以去使用的一個資源 同學如果想要進一步了解一些 轉型正義的一些基礎的知識 或是一些書籍的話 也可以使用這個手冊 那它目前是免費的 當然一直都是免費的 它放在官網上面 是全部的PDF全文都看得到 對 我還在打輸 這是2019年真書會所做的 那我想這個計畫這個手冊 其實回應到我今天想要講的 這個倡議的路線 也就是我們就是嘗試在做這種 大眾可以參與並且可以深化的這種論述 希望可以讓知識做了我們的一種武器 做了一種力量 進來去推動 效能的轉型正義師 這一切都成為可能 那以上分享 謝謝 謝謝 感謝兩位講者非常豐富的分享 那那個 我想我們 因為我們時間有點緊迫 我們如果說有那個趕著要走的朋友 然後有那個 有什麼主題想要討論的話 先讓那個 趕著要走的朋友先說 然後我們 兩位講者來做個簡單的回應 那如果 其他沒有趕著要走的人 可以多 留下來 對啦 我們大家可以多談談這個問題 這樣子 有沒有 比較趕著要走 沒有 沒有的話 那就大家這個 自由有什麼想法 可以 沒有啦 沒有那麼快 對 對 我們那個 現場很多朋友 有什麼想法也可以 那我們就直接那個 你好 因為剛才有提到說 在高中有很多的 像是教師之類的 然後又會用那個 像升學主義的方式來去打壓學生 然後他們說 因為你們要考試 你們很重視成績 怎麼可以搞像什麼 這些人權運動 或是像是轉型正義之類的 這種狀況 然後在我自己的就是 學期生涯中 有遇到一些像教師他們會 就是會強加一些他們 就是對於一些政治人物偏好給學生 在唱歌的時候 對 然後等於像這樣 像這樣的狀況 然後再加上還有家長 或甚至校長本身 都對於就是升學非常重視 然後變成 以至於說 他們認為成績 事實上 老師不希望學生去 就是代表好像是 稿式那樣的感覺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 學生應該要怎麼做 會比較好 才有辦法去 就是進行這些推動 這樣子 這個是不是那個 都可以 都可以 那我先 我先回應一下這個問題 好了 我覺得 我覺得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 一個是他們 其實蠻多人是真的 心裡相信說 做這些會影響成績 或什麼的 就是他們是 他們是根深蒂固的這樣 有一部分的評價 那我覺得針對這些人 其實是 其實是 可以一定程度的去 溝通 或是讓他們 或是 或者要說證明給他們看說 不一定 或者是 影響程度很 影響的因素很多 你玩社團玩的 就是 天溫地暗也會啊 這個沒有那麼嚴重 就是 我覺得一個 一個會比較是溝通層面的 就是 就是 可以去 可以去談的是說 其實 課外活動有很多 他關於受益提也很多 如果人生只有電數更 就是 會更慘啊 就是 會很多問題 那這個是比較理性層面 就是說 去 去 其實 會這樣講的有一部分 郭大夫講第二類 但第一個類 有一部分 其實心裡也是覺得他為你好啊 就是 不希望你一直怎樣怎樣怎樣 那我覺得 比較良性的當然是 可以溝通 跟這樣講說 人生很多可能性 那 這個其實還好 或者是 會怎樣怎樣怎樣的更多 這個並不會這樣 然後 做一些議題 或是推動一些東西 其實並沒有這麼嚴重 那第二個部分是 第二個部分是 比較 比較 講惡意不好聽 但比較有意圖性的 要去 作為一個打壓手段 那我覺得 我覺得 這一群人 這一群人其實 就是 他們心裡的那個 他們 他們其實心裡是非常相信 跟渴望身體的主義的啦 那 這部分其實 如果是我的話 這其實有很多應對方 但如果是我的話 之前這樣講的 我就 我就有跟他舉過 就是那種 做很多議題 可是 沒有什麼影響他人生的 或者是 或者是那些 那些 什麼都沒做 但是 也 也沒有因此多獲了什麼 去跟他說 其實 其實更重要的不是 你有沒有做這些事情 而是你有沒有想清楚 你自己要幹嘛 然後同時 我覺得 我覺得自己 自己也要想夠清楚說 到底想要做什麼 然後自己有什麼規劃 然後也才能夠去 說服第一種人 然後以及在受到第二種人質疑的時候 能夠去回擊跟回應 是說 我們知道 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是你不是我 就是 我們自己其實是想很清楚說 我們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有什麼想法 或者是 有什麼事情 是我們接我們需要去改變 不知道 我覺得這樣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就是 出負人家 我個人只覺得這個問題也反映到就是說 有時候 在做這個校園裡面的一些議題的時候 其實常常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到底誰才是校園裡面的主體 我們有時候都覺得學生是校園裡面的主體 可是學生的狀況是 就是 這個 大學應該是可以唸久一點 但是 那個高中 或者是 高中 甚至說國中的話 基本上現在應該是沒有留級 我們請問 醫生的小朋友 那種留級五年的那種 對 念五年的那種 現在高中沒有留級大概就是三年 三年 其實對這些 這些 這個 學校的行政官員 或者說 對這些老師來說 其實 某種程度上 他們認為說 說 學生其實 來來去去的 那既然你也是來來去去的 那你其實也不需要 花這麼多心力在這個議題上面 然後 某種程度上也是 就產生了一種自我認知說 其實我才是這個 這個 嘴巴我當然說 學生是校園的主體 但其實心裡也認知是我才是 因為對他們來說是 其實學校這個地方是 也不能夠說他們沒有那 他們這種心態是錯誤的 因為對他們來說 那是一個 那是一個 他們工作幾十年的地方 然後他們也是有感情的 然後他們也就是認為說 或者說夢想他們認為說 這個學校裡面的秩序 光益的秩序這件事情 對他們來說 對他們的生命來說是很重要 比如說 我以前在熊中社有一個老師 老師他退休了 然後他退休以後 他也是每天早上都來跟 修剪那個樹 到底在這個時代 他可能已經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 如果有 還真的蠻厲害的 因為我跟學弟們 其實已經有 有一點差距了這樣子 對 就是說對他們來說 就是說其實 離開學校 或者說離開他們工作幾十年 不過環境的事情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衝擊這樣 對 就是說這個到底在校園裡面 誰才是主體 或者是說我們真的一定要去談 校園的主體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這個來來去去的學生 在這個校園議題的這個討論的當中 他的地位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蠻麻煩的問題 對 就是我可以理解 尤其是家長這一塊的壓力 對 兩種嘛 一種就是 硬對硬 就是直接說你的這個 政權主義就是沒有屁用 可是你知道這東西 基本上都是失敗 所以我自己遇到的朋友的做法 是第二種就是包裝 包裝什麼 就是看你之後想要選田的 大學的方向是什麼 而是有時候你反而去在校園 從事一些講座 甚至一些活動 你試著用某一種論述去跟他們說 我其實不是在亂抵抗 而是我是有系統性 在整個我的論述 而下去做活動的 讓他們覺得說 哇 你好知識性喔 你的背神又多了一些東西 我有些朋友真的是這樣搞 所以我不知道這有沒有辦法幫助到你 但這或許是一招 對 我可以幫盡我的學習歷程 現在很多人喜歡這個 對 我們現場的朋友 按照我過去的經驗 就是大家會比較慢 所以說 就是希望大家趕快熱情 就是我們現在 我插個話 因為我看到這個 黨國協議的自信黨部局 大家不要覺得這是很 很久遠以前的事情 我剛練大學的時候 我是2000年那一年大 然後我就被那個 絕民學會找上去 就是絕民 他們是叫絕民學會 就是台大的 國民黨在台大的一個細胞組織 那剛剛那個 那個郡清也提過說 就是現在台面上 很多人其實都是絕民學會的人 包括說是像馬英九啊 其實像泛雲林佳龍這些人 其實他們一開始都被吸收 對 就是 那 可能到我那時候 就是 到我那時候可能一開始沒落了 所以就是 連我都要吸收這樣子 對 然後 他那時候吸收的時候 他就是跟你 就是他就跟你說 就是 找大一嘛 他就跟你講說 我們大三就 就 扶植你出來選 學生會長 對 然後 我大二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 反正已經幫你規劃好了 就是 大二的時候你先選 生智慧會長 生智慧就是 宿舍的學生是智慧 我不知道現在還沒有這個東西 就是宿舍生智慧 那我們那時候 我住的那個宿舍 是在那個徐州路那邊的 那個台大安智慧 那時候我們那個 生智慧會長 也是 絕民學會人 就是他 接班給你 然後 然後 我大二先選 生智慧會長 大三選 那個 學生會會長 然後我就 其實我也 老實說我也聽不懂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只是覺得每次 因為那個 那個 這些絕民的學長 就是 每次帶你出去吃飯都吃得很好料 然後我就覺得 很開心 然後就是 所以我每次都吃得很飽 然後就是 你看到大學生就是 因為大學生就是 有時候麥當勞吃就覺得很開心 然後難得吃到一些好吃的東西 大餐的時候就吃得很開心 但是 其實就是 就是 那時候其實也沒有特別覺得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學生 就是很單純 就是學長找你去 有飯吃 那我就去這樣子 就是 那時候後來就覺得 反正就是越來越 就是後來越來越覺得奇怪 反正就是那種 偶爾就是會帶你去見一些傳說中的學長 像那個 那個 那個 我跟你講那個羅吉方還有那個 我都見過 我連接到大 對 他們就會帶你 這個就是 其實這些人就是 這個 怎麼講就是 國民黨系統的 這個 這個 在學生會的 這個 的人 所以說 就是他們 那時候 我大一的時候 他們可能就是說 畢業一陣子 或者是說怎麼樣 所以我都 我記得這個 羅吉方學長 我記得他那個樣子 像是 有一點這個 頭髮有點少 然後 然後可能那個 我有點忘了 然後那個 張亞福現在是 國民黨的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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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 傳說中 反正就是他們帶你出去 就是會 會 我覺得就好像現在那種 直銷行體 就是 我今天帶你出去 我今天帶你 建一個大人物 他以前是 在學生會怎麼樣 怎麼樣 因為 其實 因為我自己 我以為 因為年代有決定 我有忘了 那時候到底是為什麼 後來就沒有跟他們往來 但總之反正 理論 就是 就是 原本我 大三應該要選 學生會長 對不對 我大三那一年選的 後來 那個 後來我大三那一年 學生會長 當選是高家 然後 忘了對 後 對方是誰 對這樣 張田雲 對對對 張田雲 對對對 原本應該是我才的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這一種 對於這一種 這種組織的部件 你的理解程度其實是非常少 其實到我那時候開始 看起來就是已經是 就是晚期的狀態了 但是當初這些組織到底在校園裡面 是怎麼樣部件 然後怎麼樣運作的 其實包括說剛剛那個俊卿有提到就是說 半年後來發現他連他的各種 這個學校裡面的紀錄都 他自己不知道 連他自己不知道的事情都有被紀錄起來 哪一顆的集中跑多少分啊 什麼樣的這些東西 這一些東西他是怎麼樣 在校園裡面被固執起來 而且如果台大是這 台大一定當然是重點 重點的學校 那這樣相對來說其他學校 那也可能會是 會是這樣子 對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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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看到這張 我突然想到 我好像見過這個學長 對 我們哪有什麼朋友要 談一談那個 一些想法 或者就是說 分享一些 那個 意見這樣子 現在還有絕名學位嗎 我不知道欸 現在還有嗎 很久沒有聽到他們有在 但是 但是 就是 他那個組織其實很多個 就是 可以挑到那個 絕名學位 對 就是其實 絕名本人啊 很久沒有聽到 有實際在運作 但其實不只是絕名 就是 那個 易先還有在運作 然後再來就是 我至少到去年都還有聽到 黨部 台大黨部有在運作 就是 知道主委是誰 副主委是誰的那個程度的運作 所以其實 這些東西都還在 是實力 實力變差了 就是 被時代淘汰 就是 據說啦 他們自我聲稱的是 還有辦法動 就是 他們會宣稱說 還有辦法動人一兩百個人 我是不知道是 虛實多少 一心是那個教授的 對 一心是教授 對 你剛剛開始前 你不是說 聽說 那個都很激進嗎 對 聽說的 聽說的 聽說主辦很激進 我知道這個 沒有辦法說說看 就是說 會不會有一些 學生 或者是說 一些 同樣可能也是 自治圈的夥伴 會覺得說 這次像這種東西 是比較激進的 比較 radical的一個 一個做法 或者是說一個手段 這樣子 我覺得一定會有啊 就是會有人覺得說 有人覺得說 有人覺得說 會 要閃避 閃避 檢討國民黨這件事情 對 這個是 這個是 一大批人 會覺得說 嗯 好 就是 我們 可能 我不知道 我不肯動起來 有一部分 覺得說 能做的事很多啊 這個不是最優先 或者是說 我們或許要多先做一些 溫和的溝通 倡議 什麼什麼的 再來做 但是 我覺得 我的想法是說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體制的一部分 當然 在這個 策略上 你可以規劃 可能可以規劃說 什麼 先做哪一個 再做哪一個 但是我覺得這些都是 需要去談 所以我不會覺得說 可能 像是可能說 至少現階段不檢討校園裡面的國民黨角色 我個人會 我個人不是這樣認為 然後另外就是說 嗯 就是說其實校園裡面有一些 有系統 有系統的 管道 還有 還有資訊書這種系統 在運作 例如說像是 這個 聯合報在 從 廣案到後續的一些校園議題裡面 有扮演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角色 對 那 到底是 到底是誰在協力 還有他們有什麼樣的資訊 操作 例如說 例如說這個 我們 我們 提案完的隔天 不是隔天 當天 當天就收到聯合報 問說什麼 有校內 有校內 人士指出什麼 學生與 什麼 成語管中民同台精選校長的 教授合作 推動本案 試圖 什麼打管還是這樣 管中民部的聯合 還是什麼 這種 就是說 其實 這是有特定 而且是系統性存在的媒體 還有相片網絡在運作跟進行 然後試圖要去塑造某一些樣貌 還有打造某些他們想像中的事件 讓他希望他成為社會實體 那 其實這部分也有一些是 有一些是老師在合作 那當然有一些是他自己想像的 其實校內人士可能就是他本人 那有一些是 有一些是特定的老師或特定的行政人員 或特定的學生在合作 那這個其實我們可以更多人去看待他 就是他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黨的組織這一部分 有一些是事後結合 就是說 也不一定是意識形態以後 有一些是 就是他的各種考量、選擇、利益、人情 或什麼的 然後會參與這樣的資訊產製 這也是相由的現象這樣 那其實還蠻多樣化的 就是時代在變 這些技術也在變 就是也有各種不同的新招出現這樣 這樣 對 是基本會怎麼樣 太好了 這樣 那 那 那那個 你現在有覺得同愛 我知道那個 俊卿本人不喜歡這個詞 對 你現在那個 有覺得比較 有覺得他們真的很激進嗎 對 對 我們還會去哪個朋友 沒有想到 今天可以 認知到有什麼 應該只會學弟吧 那我想起 63年的時候 在熊州河校園 所建構出來的印象 叫做 國立大學 就是看守所 好像到今天還是一樣 這個場景還是沒有變 那 這位小學弟 從 歷史的史觀來看 我 給我的感受是 是不是 是不是 該 認知 什麼叫做 行為能力 為什麼 在 台灣 這一個所謂 中華民國 到現在 還叫做 中華民國 在你的論述裡面 提到的 這個黨國 那 過去的 中華民國的 黨 跟 當下 中華民國的黨 我不知道 你的認知 有沒有差異 那這個 政長 退出 校園這件事情 以 目前 你所陳述的 尤其是兩位 尤其是兩位 台大人的論述 我的感受是 你們還 對 行為能力 這件事情 有待認知 這些 這些 黨國的 組織 你都看到了 但是 你 一點 概念 都沒有說 他們的 行為能力 需要把它 完全 斷阻 掉 人家 人家 設立 一個 台灣 大學 看守 你 憑什麼 因為 他有 行為能力 而 你呢 對他 我所看到的是 一點行為能力 都沒有 也就是說 我看到了 你是一個沒有行為能力的人 而你所看到的 你所 認為不應該的 他還繼續有行為能力 這個才是可怕 這個不知道 能不能 做一些補充說 到底 你有沒有能力去斷絕他們的行為能力 你有沒有歡歡 你知不知道 How to do 這個學長剛剛用了一個很有趣的詞 叫做 看守所 就是說大學是 我以前沒有聽過這個 國立大學是這個 看守所 看守所 那樣 這個 我要同樣以這個 熊中學長的身分 我要再問 就是 剛剛那個 那個 俊欽登明有提到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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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中自衛隊的事情 其實在我那個時代 其實我們並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或者是沒有聽過 因為 第一個 在我高中那個時代其實沒有不夠 我只有電腦還沒有很流行 那時候 有BBS完就已經很不錯了 我是 我是 97 98 97 99年那時候念 高中的 其實那時候 那時候我們知道有那個 彈痕那個東西 可是對於彈痕那個東西 其實大家的 大家的 其實有各種不同的說法 有些說法就是說這是日君留下來的 所以是這個 這個 就這個 正確的方法 但是其實就是 我覺得有時候是這樣子 當一個 歷史事實它沒有被闡述出來 沒有被那個 說明的時候 它就會 大家就會增添各種奇怪的說法上去 或者是說那個 那個 理所當然 你會延伸出一些奇怪的鬼故事這樣子 就是說 其實我們並不知道那是一個 什麼樣的 東西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我們現在有時候覺得 那個 關於這些 校園裡面的地景的一些這種 這種 概念 或者是說這種 這種意義的紀念 我們好像都視之為理所當然 可是其實 它不過在上一個 對不對 武林高中的時候應該算上一個世代 其實它在上一個世代 有點都不是那麼 那麼理所當然的事情 然後這個 我覺得學長你說得很好 就是說 我們對於所謂 黨國的認識其實是不夠的 或者是說我們對黨國如何 在如何行為能力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的認識是不夠的 應該是說我們 我們有時候 因為 我們好像覺得說 黨國好像是某一個特定的政黨 其實不是 或者說黨國好像是某一種特定的政權 其實也不是 其實我們從剛剛那邊前面 包括說這個談這個絕名 那個 俊興堂這個絕名 或者是說 這個校園裡面的監控網絡 或者是說黨國協力者 我們會發現其實 黨國這個東西 它是一整套在運作的 一個網絡 一個權利的網絡 一個 甚至我們根本不知道說 這個網絡到底是誰在驅動的 比如說 當初為什麼會有絕名學會的人 還跟我聯繫呢 會找上我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是什麼 像 對 可能他們找不到人 或是剛好認識 或者是說 或者說這個監控網絡 它到底是怎麼樣運作起來 其實這個東西我們一點都不知道 然後我們也沒有辦法抓到一個 抓到一個源頭 或者說 它就是這個 這個 類似說 泛雲監控案的這個 頭目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 怎麼樣 然後或者是說 包括接下來的是說 這種 這種 範圍再大一點的 在學校裡面的這個 部件也好 或者是說 整個私立大學 這個黨國特許的這個政治經濟體制 它到底是怎麼樣形成的 其實我們對於這個 所謂的黨國 或者是說 它可能現在還延續 如果我們把它當成是一個 全力運作的網絡 然後一個 一個有它自己行為能力的 好像是一個 一個自己在動作 它可能到今天都還有一些 有一些 我們不一定看得出來 或者是說 需要一些挖掘才能夠理解 它是怎麼樣運作的 一個網絡 其實我們對這些 我們之所以看起來 沒有行為能力 是因為我們根本不了解 它的 這個 是 當初包括 然後到現在 到底這個東西是怎麼樣在行為能力的 這樣子 所以說 我覺得 因為我們在談黨國其實要 黨國好像 也好像是 針對特定的黨 或者說針對特定的政權 但我覺得其實不是 其實針對的就是 到底這些東西 到底是怎麼弄出來的 它怎麼有辦法還原 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寫日記 都沒有辦法那麼清楚 你現在問我 我大學哪一個科目的 其中它有幾分的 我都還不記得 但是有人就會幫你記得 這個東西到底是怎麼樣做出來的 對 這是我一點 一點一點想法 那那個 俊卿能不能要演 補談一遍 我覺得 到今天尾時 這些東西都還在啦 只是 他的 他的力量 逐漸要被削弱 然後未必能夠那麼有效的去 行使 他原本預設要做的那些事情 然後同時 他的 面目變得模糊 就是 運攤就是前天 大家都有沒有看到 應該是沒有 就是中平社有一則新聞 就是 就是 一個什麼 他是這樣寫的 什麼台大正妹加入國民黨 覺得很丟臉不敢講 什麼這樣 就是 其實那個就是我們同屆 跟我同屆的一個台大政治系的學生 然後 他之前是 就是 那個 校長領選期間組成 那個台大支出聯盟的人 然後 這幾天大家可能有開心 有看到 有一個 組了一個什麼 什麼 台灣學權政線 反正就是 那是一個 那是一個 上萬國民黨革命實踐用 第1477 還是第幾期的 學員結束之後 一群人成立的 成立的一個統治這樣 那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其實國民黨 這幾年 至少 撇除校園的角度 他持續被挑戰 所以其實 學生對於 會這樣講 就是說學生對於 加入我們哪件事 已經是感覺到 不太光彩 所以其實他在 組織上 他在行動上 他都沒有過去那麼有力 那他的利益在哪裡 第一個是 他的組織網路 原來存在 然後他的 這個 在有一些尋租位置的 特許的地位 依然會有一些 會有一些可能性 例如說 例如說我們 我後來才知道 像校園黨部 現在還有在 校園裡面的 特定系所裡面 有他的會議室 可以開會等等 也就是說他過去的 因為特定的 特定的 機會可以拿到某些 資源或者是 利益 然後他可能 例如說像他可能 有某些人脈 接得上誰啊等等 這些東西都 這些東西是 需要 需要 透過這個 時間 去看看他 會不會減弱 那這其實是 很難去 立刻就把它 把它 處理 然後去 去 清理的 然後同時 我們也要做 我們要做的就是 做好 至少是在下一代 教育的過程中去 讓這件事情 他們所能夠觸及的人 然後他們所能夠 去 相信這些事情的人 然後能夠去 能夠去改變 或是去變少 那這個 這個其實 就跟我剛剛講的 就先講說 那個其實也是世代問題 會需要 還是需要去透過 一整個世代的教育 跟社會環境的改變 然後才有這個 轉型的可能性 所以這其實也需要很長的時間 這樣可以 嗨 還有沒有那個 那個 朋友有什麼 想法 那個 那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 那個 今天的 責務就 我們就到這邊 結束 那我們最後給那個 俊卿 一點掌聲 好不好 謝謝他 的分享 好 等一下 然後這個 這個 當然會後就是 那個 學長說 有無驗場 其實不是啦 就是說 會後大家也可以留下來 大家來 有一些 交流 或者是討論 也是非常 非常歡迎的這樣 好 那就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這樣 好 謝謝 謝謝